好 下面這題 跟所有家庭主婦 喜歡料理的朋友 有明切關係啦 尤其喜歡吃培根的朋友 題目是 請問 如何在煎培根的時候 避免煎到焦黑的狀況 很容易焦黑 培根很容易焦黑 對 因為鹽鹽的東西 對不對 尤其他表面的水分又不太多 完了 當油一出來之後 馬上就焦了 是 來 怎麼樣避免 哪四個做法 第一個 在煎鍋上面放一層錫箔紙 再煎培根 讓培根受熱均勻 就不會焦黑啦 第二個做法 將培根沾上一層 薄薄的太白粉水 阻隔過高的油溫 就可以煎得漂亮 對不起 第三個做法 勾芡 先用一片奶油抹過你的煎鍋 再煎培根 奶油中的油脂 可以讓培根穩定的受熱 培根就不會焦黑啦 最後一個建議 在培根上面撒一點水 就可以讓培根在煎的時候 不會焦黑 我沒有煮過菜啊 陳怡文優先回答 你認為 我覺得應該是第一個 就是他用錫箔紙 用在那個鍋子上面 然後讓它平均受熱 鍋子先鋪一層錫箔紙 對 放在錫箔紙上面煎 對 平均受熱 平均受熱 因為鍋子怕你只有中間 只有熱 直接接觸的話 直接接觸物體容易收 對 因為它不一定是什麼 義大利快鍋什麼的 它可能是那種 一般的那種電 一般的中華鐵鍋是不是 對 好緊張 你說不沾鍋就比較OK了 對 請問答對沒有 對啊 是不是 對啊 早餐店沒有看到 就是 那你們會想一下 早餐店是怎麼煎培根 它都沒有焦 我... 因為我很喜歡吃培根蛋三明治 我也很常 我們在樓下就是早餐店 早餐店 所以 對 我覺得是 先灑水 再... 先灑水 對 灑一點水 然後再放那個培根 因為培根這樣就有油了 不用灑奶油 培根這樣就有油了 不是喔 先灑一點水 對不對 你又答對了 灑一點水還對 還是因為我知道啊 灑水真的對整件事情 是有幫助的 同時啊 因為它培根的水分含量少 只有油 而且邊邊角角的地方 真的很容易焦 受熱不注意它就焦了 所以灑點水之後呢 那個水蒸氣 是可以幫助它軟化肉質 對 肉會吃起來比較軟Q 是啊 比較好吃 你要來煎這個培根的時候 都會有一點焦味 那我們今天就是教你一個小推波 就是說用那個 稍微先灑一點水 再把那個培根 布在那個煎台上 這樣那個水分慢慢的乾的時候 那個培根也是 香水已經熟透就可以使用了 很好 來 這個點數是妳的 而且 半點 半點耶 半點耶 給我自己有穿衣服的 好 有穿衣服的 因為有點冷 對 也積極 教授一下半點 三點半 好 三點半 十點半 或者是過五關 五張沒有報的 都是翻倍喔 都是翻倍 下一題題目是 鋁鍋常常會燒到焦黑無法清洗 這時候 可以用什麼方式來解決 第一個做法 用馬鈴薯皮 加一點美乃滋搓洗鍋子 利用澱粉去除焦黑 好 第二個做法 在鋁鍋中加入綠豆粉乾搓 利用綠豆粉的鹼性物質去除焦黑 乾搓就可以了 乾搓綠豆粉 第三個做法 在鋁鍋當中加入清水與蘋果皮 煮十五分鐘 利用蘋果酸去除焦黑 蘋果酸去它的黑 是 第四個做法 用鳳梨皮加一點糖或食鹽 搓洗鍋子 鳳梨酵素與顆粒摩擦 可以去除焦黑 漂亮 這題就沒那麼好猜了 陳映煒首先回答 我選馬鈴薯第一題 第一個 馬鈴薯然後加一點美乃滋 然後搓一搓 用澱粉把它弄亮 澱粉把它就把污垢給去掉 對 黑黑的擦了掉就對了 對 因為我在一些節目上 看到有些人會把馬鈴薯切半 或用鹽巴去搓啊 也可以讓鍋子變亮 答對了沒有 你要看清楚 不是有沾姆士都他主持 他沒有沾姆士多 你用美乃滋什麼時候才洗乾淨啊 好不好 用油油 不是我忘記了 是我根本沒聽過 秀琴三選一 又來了 我又撿到了吧 你不要一直送分給我好不好 可以喔 這一點難啦 這一點真的很難嗎 我覺得 很難啊 糖或食鹽嗎 重點不是糖或食鹽 是鳳梨或蘋果或蘋果 鳳梨皮 確定 你要選鳳梨皮 對 是不是啊 加入糖或食鹽 是 對 好 來 答對了沒有 恭喜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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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嗎 有事嗎 後面 貝童彤妳的機會來了 我的機會來了 可是我不知道 怎麼辦 剩下兩個 蘋果酸好了 有沒有這麼簡單 蘋果加入清水煮蘋果皮 因為那個酸啊醋啊 然後你剛剛說 美乃滋裡面有加醋 所以美乃滋會白白的 那所以呢 這個酸啊就是有那個醋啊 然後它就可以把黑黑的 弄成白白的 你懂我講什麼嗎 好 語無倫次 他覺得從裡可正啦 對 因為醋可以讓美乃滋變白 所以也可以讓鍋子變白 是 是你日本比較可能 還是蘋果皮呢 答對沒有 答對了 答對了 真的有 好強喔 好強喔 我想這個 我們常常從事護膚的工作都知道 果酸 護膚都很重要 果酸它的確有清潔的效果